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我们来谈谈美国总统拜登夫妇的纳税申报表 在每年的报税季节 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按照传统公布了他们的纳税申报表 显示他们2023年的收入为近62万美元 比前两年略有增加 这份透明的做法旨在建立外界对白宫的信任 尽管这个做法在前任总统特朗普时期 曾经暂时中断 拜登夫妇的这份申报表 不仅显示了他们的收入来源 还包括他们向17个不同的慈善机构捐款的情况 接下来 我们看看拉丁美洲的金属工人 如何面对中国廉价钢铁的挑战 随着大量廉价的中国钢铁涌入市场 拉丁美洲的钢铁行业面临巨大压力 数十万个与该行业相关的就业岗位受到威胁 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3年 该地区从中国进口的钢材数量 创纪录的增长了44% 这种情况促使一些国家的钢铁厂老板和工人 向政府施压 要求提高进口关税 以抵御中国产品的冲击 最后 我们来谈谈 北京半城马拉松的一段争议视频 视频中显示 三名非洲选手在比赛中疑似故意让中国选手和结获胜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这不仅是中国运动赛事中腐败和舞弊的右翼力政 也对体育精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赛事组织者表示 他们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以查明真相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 拜登夫妇公布纳税申报表 2023年收入近62万美元 比前两年略高 美国之音中文网 4月15日是美国人报税截止日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Jale·拜登 星期一当天公布了他们的2023年报税表 持续延续这项展现透明的传统 这项一年一度的不成文惯例 旨在建立外界对白宫的信任 其他政治人物及候选人也经常会这么做 但是这项传统曾在前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期暂时中断 2023年 拜登夫妇的收入为619,976美元 其中大部分来自总统年收入40万美元的薪水和吉尔 拜登在附近弗吉尼亚州一所大学所任教的 85,985美元薪酬 这一数字比拜登夫妇 2022年收入579,514美元 和2021年收入61,702美元有所增加 先前特朗普任内选择不遵循两党传统 无论是在作为候选人期间或上任后 他都拒绝让公众查看他的纳税申报记录 这是一份详细说明所有收入来源和金额 以及其他财务记录的文件 经过民主党在国会发起的一场法律斗争后 特朗普前几年的纳税申报表最终被公开 结果显示 由于特朗普在商业上的亏损 他有几年几乎没缴纳所得税 如今 他为了重返白宫投入2024年总统大选 依然选择对纳税申报表保密 拜登夫妇今年报税时 缴纳了146,629美元的联邦税 实际税率为23.7% 乔·拜登缴纳了特拉华州所得税3908美元 而吉尔·拜登缴纳了弗吉尼亚州所得税3549美元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拜登总统认为 椭圆形办公室的所有任职者 都应该对美国人民开诚不公 每年公布总统纳税申报表的长期传统 应该延续下去 声明称 今年已经是拜登第26年 公开分享纳税申报表 是在任总统中最多公布纳税申报表的意味 拜登夫妇的报税表 还显示向17个不同的慈善机构 捐款了2477美元 这些慈善捐款 包括向以拜登已过儿子博 拜登命名的基金会 Bob Biden Foundation捐赠的5000美元 该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确保所有儿童 免受虐待威胁的公共慈善机构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与丈夫道格 埃姆霍夫 Dog Amhoff的纳税申报表 也一并公开 显示去年收入为45299美元 慈善捐款为23,026美元 他们缴纳了88,57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此外还缴了15,167美元的加州所得税 和11599美元的哥伦比亚特区所得税 此文参考了法新社的报道 中国被指清销廉价钢铁 威胁拉丁美洲工人就业 美国之音中文网 拉丁美洲的金属工人正呼吁提高钢铁进口关税 因为随着廉价的中国钢铁涌入 与该行业相关的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已受到威胁 法新社报道 拉丁美洲钢铁协会Alicero数据显示 2023年该地区从中国进口了创纪录的1000万吨钢材 同比增长44% 20年前 这个数字仅为8.5万吨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过于巨大 Alicero执行官亚利航德罗·瓦格纳·阿雷汉朗·瓦特纳 告诉法新社 没有人反对国家之间的贸易 但必须是公平贸易 瓦格纳补充 随着压力增加 智利和巴西等国家的钢铁厂老板和工人 正在向政府施压 要求提高进口关税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也是世界第九大生产国 为应对因中国补贴和生产过剩而激增的廉价商品出口 墨西哥和美国先前已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上周访问中国 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中国经济官员就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对话 他指出 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对美国和全球构成威胁 特别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锂电子和太阳能光伏等三大产业 耶伦说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无限制的输出产能 因为这将影响到世界各国产业的生存 实际上 不仅是美国 欧洲各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感到忧虑 耶伦在谈话中提到 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扶持导致低于成本的中国钢铁和铝 充斥全球市场 重创了世界各地和美国的工业 美国政府近年努力降低其冲击 除了课征关税之外 包括恢复部分欧盟钢铝产品的免税进口和强化执法机制 直此之际 中国建筑业的大幅下滑 又进一步加剧了钢材的供应过剩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22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占全球钢铁产量54% 其次是印度的6.6% 拉丁美洲的主要生产国 包括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和哥伦比亚 合计占3.1% 倾销影响了拉丁美洲工人生计 法新社报道 拉丁美洲约有140万人从事钢铁行业 但因为中国钢铁的价格比拉丁美洲本土生产的价格低达40% 当地钢铁厂受到冲击 工人生计日益受到威胁 致力最大的华旗帕托Quattro P2钢铁厂是受害者之一 该工厂已宣布停止运营 影响了约2700个直接工作岗位和2万个间接工作岗位 56岁的工人卡洛斯·拉米雷斯·卡罗斯·罗米拉斯 告诉法新社 关闭华旗帕托对地区的冲击如同原子弹爆炸 为了最后一搏 华旗帕托公司已请求致力的反价格扭曲委员会 CNDP建议政府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 致力的反价格扭曲委员会 CNDP最近裁决表示 关于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钢材 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存在清销情形 建议征收15%的关税 但致力政府于2006年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如果选择对抗清销 保护本国钢铁行业 将面临惩罚性措施 巴西也面临相似的境遇 根据巴西钢铁协会数据 去年巴西从中国的钢铁进口量增长了50% 自身的钢产量却下降了6.5% 巴西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 格尔道公司GERD 已解雇700名工人 该公司表示 裁员是由于面临中国钢铁掠夺性进口的挑战局面 巴西钢铁行业也提出和致力相似的呼吁 要求政府将进口关税提高至25% 具体税率因产品而异 此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北京国际赛事被指放水 让中国选手获胜 中国运动赛事腐败屡见不鲜 美国之音中文网 北京半城马拉松组织者星期一 4月15日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一段在网上广泛传播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 三名非洲选手在一场半马比赛中 疑似故意让中国男子马拉松记录保持者和解获胜 中国运动赛事的腐败及舞弊时有所闻 此次并非单一事件 北京国际长跑节 于星期日4月14日 举办2024北京半城马拉松比赛 从实况转播中显示 肯尼亚选手罗伯特 凯特 罗伯特 和威利 姆南加特 威利南迪 埃塞俄比亚选手德杰内 海鲁 德金海鲁 以及中国选手和解等4人 正接近终点 视频中原本和解明显落后 但三名非洲选手似乎有意放慢速度 疑似做出白手的动作 示意和解快点往前跑 还有选手一边跑一边转头看和解 感觉刻意不要超过他 最后和解在三人的护送下 反超过他们穿越终点线 以一秒之差获胜 一名解说员指出 这四人在略超13英里 21公里的全部路程中 几乎一直粘在一起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市体育局人士 对法新社表示 我们正在调查 一旦有结果 就会向公众公布 这场赛事的组织者 北京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也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这起事件 在中国社交媒体 网站微博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些用户批评这个令人尴尬的结果 一名网民写道 这肯定会是和解职业生涯中 最尴尬的冠军 帖子还说 如此大型的组织者 和如此知名的赛事 这真的把体育精神 推到了可耻的境地 世界田连表示 已注意到网上的这段视频 以及对此进行的调查 世界田连通讯总监 杰米·福克斯·杰米·福克斯 表示 在世界田径里 我们最重视体育的诚信 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 我们暂时无法进一步评论 和解是2023年 杭州第19届亚运会 男子马拉松比赛冠军 为中国队夺得亚运史上 首枚男子马拉松金牌 据消息指出 有跑友透露 和解在某社交平台的粉丝群组 对最新这起事件发表评论 表示自己是受害者 并称我也不需要这个冠军 去证明自己 据法新社报道 近年来长跑运动 在中国中产阶级中 蓬勃发展 但作弊和组织不善的情况 也不少 2019年 一名女选手 在中国东部的 徐州国际马拉松赛上 被拍到骑着浅绿色的 共享单车比赛 大会裁判劝阻后 随后他竟又再次踩骑行 最后他被罚 终身不能参与该比赛 2018年 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一场 半程马拉松比赛中 258名跑者 被发现集体作弊 除了有人替跑 伪造号码布 还有不少选手 穿过绿化带 超近路 其中有21名跑者 被主办单位永久禁赛 涉及舞弊的 不止马拉松赛事 今年3月 前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陈虚源 因涉嫌非法收受 价值人民币8103万余元 约1100万美元的贿赂 被判处无期徒刑 法院称 陈虚源利用在足协任职期间的 职务之便 在赛事安排 联赛晋级 裁判判法等事项上 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 王小平和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 黄松 3月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当局调查 前中国国家队男足主教练 李铁于今年1月份 曾在中共官媒央视的 反腐专题纪录片中承认 他为了担任国足教头 行贿了300万人民币 约42.1万美元 并利用职务之便 以确保帮助操纵比赛 中国前一次大规模追查赌球 行贿 操纵比赛等违法犯罪行为 始于2009年 2010年 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 及其继任者南勇 同样因收受贿赂被捕 2012年均被判10年半有期徒刑 前中国足协副主席 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杨一鸣 前足管中心业余部副主任 女子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张建强 也因涉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收受财务和金钱贿赂等 于2012年分别被判 有期徒刑10年半及12年 此文参考了法新社和美联社的报道 美中医院拟救外援案 进行分案投票 包括援助以色列 乌克兰和台湾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 麦克·Johnson 星期一 4月15日 表示 众议院本周将就针对以色列 乌克兰 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盟友的援助 作为独立的法案进行表决 两个月前 参议院通过总值约950亿美元的 对外援助法案 因共和党内右翼的压力 在众议院搁置 约翰逊星期一晚上 在众议院共和党人会议之后表示 我们不会按照目前的形式 审议参议院的补充资金法案 我们将分成四个不同部分 分别就这些措施进行投票 美国参议院今年2月 通过95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法案 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 以抵抗俄罗斯入侵 以及向以色列提供140亿美元 还包括在中国形式日益专断的印太地区 投入数十亿美元 加强对美国盟友的支持 但这份统包预算案 随后在众议院卡关 约翰逊说 新的众议院版本法案 将提供与参议院版本大致相同的原外金额 但也会有些差异 包括一些贷款形式的援助 共和党人计划最早于星期二 4月16日上午公布立法文本 投票前有72小时的审查期 预计星期五可交付表决 但若议员提出修正案 将再推迟整体时程 约翰逊此前反对就乌克兰援助案 进行单独投票 要求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 先打击非法越境行为 上周末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 史无前例的袭击之后 约翰逊态度转变 承诺迅速展现美国的支持 约翰逊告诉记者 我们知道 全世界都在看美国如何应对 他们在观察 美国是否会为其盟友 和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挺身而出 我们会的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史蒂夫·斯卡利斯·斯卡利斯说 共和党领将以色列 乌克兰和台湾的方案分开处理 他也表示 补充资金计划将大部分 用于回填美国的资源 只要看看我们如何帮助 以色列击落无人机 就能了解 那使用了相当多美国的资源 白宫则表示 不会接受独立的援助法案 白宫发言人卡林 让皮埃尔·科林·John Pierre 星期一表示 反对在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情况下 制定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 我们不会接受单独针对某一方的法案 这对以色列和乌克兰没有帮助 反对援污的共和党强硬派 先前扬言 罢免约翰逊 联邦众议员马乔丽 泰勒 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 表示他坚决反对目前的计划 但是否会发起罢免投票 尚未确定 他说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 能够占据多数席位 他绝对不会成为下届一长 近几个月来 乌克兰对于西方援助的拖延越来越沮丧 乌克兰表示 急需防空系统的支援 以抵御俄罗斯的进攻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报告 中国异议人士家属仍面临连作罚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非盈利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周一 4月15日发布一份标题为 如果我不服从 我的家人就会受苦的调查报告 指出北京持续对异议人士亲属 进行集体惩罚 报告显示 中国官方拘留已被监禁的维权人士子女 将他们关在精神病院或孤儿院 强迫学龄儿童辍学 发布出境禁令 阻止他们出国留学 或是透过刑事诉讼 逮捕其亲属 借此施压在狱中的维权人士与政府合作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 2015年在709大抓捕之中被带走 除了被取消律师资格之外 2020年出狱后 也持续遭中国政府人士骚扰 导致他曾在两个月内被迫搬家13次 王全璋还曾表示 当他们终于帮儿子找到学校时 警察很快就前往该所学校骚扰老师 隔天我们就被告知我儿子 不能再去那所学校了 侠女和方美三幼子遭关押精神病院 另一项案例为维权团体 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网名 侠女十三妹 她在2020年10月与丈夫先后被中国警察拘留 之后她与她的两个年幼孩子 都被送入河南省新乡市一家精神病院 隔年 她于院中产下一女后 被警方移送至看守所拘留 但有两个孩子仍被留在精神病院 根据人权团体记录 何方美的儿子随后在未经过任何亲属同意的情况下 被送往长期向警方举报何方美一家的县人家寄养 另外两名女儿则是在2023年9月被院方宣称不在记录中 维权人士今年1月曾发布消息称 河南徽县政府官员欺骗何方美75岁的母亲 签署监护权利放弃文件 截字报告发布为止 调查发现两名女童在今年4月1日 被院方带至徽县城关镇镇长办公室后 至今仍下落不明 余文生夫妇关押满一年 此外 在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报告前夕 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及妻子许燕被北京非法拘留期满一年 欧盟在4月13日发布声明 再度呼吁中国释放余文生夫妇 允许他们在需要时获得医疗协助 定期会见由他们选择的律师定期与家人联系 欧盟在上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声明中 列出了包括余文生和许燕在内 多名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维权人士 并要求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士 去年4月13日 余文生夫妇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访华之际 遭北京警方逮捕关押 余文生夫妇当时原定与欧盟驻华代表团 与访华外交官会面 却突然被北京派出所传唤 随后被以寻衅滋事罪批捕 许燕在去年5月底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消息人士称两人遭北京盯上 是因为声援在厦门聚会案被捕的中国维权人士丁家喜和许志勇 有熟知该案的维权律师曾向DW表示 自从余文生夫妇被正式以寻衅滋事罪批捕后 不仅律师无法会见也无法越卷 外界难以得知夫妻二人情况为何 其子于镇阳也因为长期遭到警方严密监控 抑郁情况加重 去年11月曾传出服用安眠药过量送医 人大曾叫停连作罚 2023年12月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公委审议报告指出 违法犯罪行为人罪责自担 不可诛连或给予他人 要求地方政府停止对涉罪人员配偶 子女及父母等亲属 在受教育就业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 但中国人权捍卫者报告却显示 中国在2023年与2024年初仍被记录了多起集体惩罚行为 显现出最极佳人的做法仍在持续当中 且似乎已经成为国家政策 中国人权捍卫者呼吁中国政府 立即停止对家属的一切骚扰 和对维权人士的法外拘留 废除或修改国内立法 以符合国际人权法中的明确权利义务 调查并起诉警察及官员滥权从事非法集体处罚法的行为 综合报道 德总理访华团严防窃密 不带私人手机必用中方提供网络 自由亚洲电台 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14日展开对中国三天的国事访问 先后到重庆和上海 周一15日晚成专机抵达北京 一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德国之声报道 舒尔茨访华代表团启程前要接受网络安全训练 并根据外交部 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等建议采取预防措施 例如尽量携带不存储敏感数据的空白手机 以及不要使用别人的充电器 随团记者都收到了德国安全部门的警示 指北京当局对国家进行全面监控 很有可能采取主动的间谍行为 因此建议尽量不要携带私人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 个人电脑 平板等 在中国境内只使用不连接企业或机构内部网络的电脑 手机也只储存最为重要的极少数号码和数据 代表团成员大多都遵照警示 将可连接内网的设备留在德国 当局还提醒访华团成员要保持最高层级的警觉 并维持极度的不信任感 具体而言 就是在中国期间重要资讯和储存设备绝不能离手 因为旅馆客房和保险箱并不保险 即使要暂时放下手机等设备或重要文件 也必须存放在专用密封袋 以便一眼就看出密封袋有否被打开过 不要使用他人充电器 德国情报专家指出 中国政府窥探电子设备的危险无所不在 需时刻小心 甚至连他人的充电器也不要使用 否则就存在手机或电脑的资料有被读取的风险 而酒店等公共场所的无线网络也尽量不要使用 尤其是中方主动提供的 即使在没有手机等设备的场合交谈也有可能被窃听 包括车内或室内 故跟德国境内工作单位的通话也应尽量避免 离开中国也不代表可以掉以轻心 当局建议更改手机、电脑等密码 并全面检查有否被安装恶意软件 联邦宪法保卫局指出 由于许多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都是来自中国 故携带有关设备前往中国后 必要时应与报废 防范中国并非特例 去年11月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 四大会计室行之中的德勤 Doloid和毕马威 KPMG要求部分在美国的高级主管 潜赴香港时 改用一次性的集气式手机Burner Phone 并引述一名全球顾问公司的高层称 部分高层员工因无法携带惯常使用的行动装置 而不愿前往香港 编辑 李向阳 台北 报道 网边 陈浩南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